三国演义第116回 中会分兵汉中道 武侯险胜定军山 书接上回 却说司马昭派中会 邓爱分兵法蜀 中会手下现在是八十多元将领 谁来做那先锋呢 一人站出来说 某愿望 大家一看 原来是许楚的儿子许怡 非此人不可为先锋啊 中会很开心 对许怡说 你领六千人走斜谷去汉中 我再派左路出洛谷 右路出子武谷 三路大军必要把那汉中打下来 这边中会已经开始行动 另一边的邓爱也没有闲着 他在龙溪调雍州刺史诸葛旭 断香围退路 右派天水太守王心 龙溪太守千红 左右夹几踏中本香围 还有那金城太守杨新 也引兵从背后驾计姜维 局势已经非常危急 姜维得知了消息 马上上表刘善 请张义守杨安关 廖化守应平桥 然而姜维的奏表到了成都 却落入了皇后的掌握 这皇后对刘善说 哪有这么多卫军呢 这肯定都是姜维的诡计 奴才正是一个师婆 她可灵验了 要不咱试试 好 试试 刘善于是请那个师婆来跳大神 这个师婆也有意思 大叫自己是西川的土地神 还说蜀汉天下太平 数年之后 为国疆土 也是她刘善的 自此刘善高枕无忧 也不再搭理将为 继续吃喝玩乐 却说中会这边 许仪作为先锋 已经来到了南镇关 他看关上人马不多 就要强行突击 谁知此地 有诸葛亮所留连弩之法 许仪兵刚到关下 就见见势如雨 许仪只能大败而回 中会这边看许仪败了 就亲自上场 谁知在战场之上 中会的马 竟然蹄子陷进土坑里了 中会集中升至 赶紧下马步行 蜀军此时已经从南镇关 追了出来 幸亏此时 卫军中冲出一个叫 循凯的保护中会 中会随即命大军 一拥而上 反而占领了南镇关 事后中会就要算账了 为什么我马失前蹄 就是你许仪 这个先锋没做好 谁家先锋不是 逢山开路 遇水碟桥 你看你这工程 都是豆腐炸 给我斩了 中将自此更加严肃军计 却说前放阳安关 首将为傅迁和蒋树 虽然傅迁一心抵抗 然而蒋树却愿早早投降 傅迁大骂 蒋树备恩忘义 自己则在于卫军的战斗中 自吻而死 就这样 中会得到了阳安关 当天夜里 中会忽然听到 关外西南喊声大振 卫军一整夜都警戒着 没有睡好 早上起来 中会询问 发现西南风根本没有敌军 这是咋回事呢 中会带着数百骑兵前去巡视 走着走着 便见一山 杀气四面突起 愁云惨淡 中会问 这是什么山呀 向导则说 这是定军山 七日夏侯渊就在此处战死 正说着 忽然狂风打坐 背后十五千骑兵随从下来 中会大惊失色 拨马便走 回到阳安关一看 众人除了狼狈一些 竟然都完好无损 中会再仔细询问 才知道 原来定军山中有诸葛武侯的祠庙 哎呀 这是武侯险胜 我必须去祭拜一番 中会第二天 恭恭敬敬到武侯墓前 拜祭 果然清风习习 天色重现晴朗 中会这边暂且不提 却说那江维 他要从塔中回原 被邓爱所派几路大郡 渡得寸步难行 可是江维振作精神 勇猛难当 战邓爱 杀退阳心千红 拼命突出重围 会合了廖华张义 三人直奔 间隔而来 三国的故事将要结束 我却仿佛看到了 三国最开始的那一幕 在第一回中 黄金军妖言获重 而在这一回 则有师婆装神弄鬼 第一回里 汉林帝宠信宦官十常侍 而这一回 刘善身边也有宦官皇后 刘备虽奋力于乱世之中 辟出一块汉朝的子流地 却被他的儿子生生败坏了 刘善好的没继承 这迷信神佛宠信宦官 倒是觉得清除于蓝 该腐烂的 就让它腐烂在泥土里吧 这个世界需要新的血液 如今中会 邓爱两路压迫 将为回防间隔 这场战争还会如何发展呢 咱们下回分解